欢迎收听有声小说《鬼谷》第一部 神奇鬼片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一集 1997年春 五月 杭州临隐寺 游人如枝 香烟缭绕 这里原本是西湖湖畔一个幽静的山谷 山不高而秀 水不深而清 是出家人修行的好地方 可是当旅游业成为此地重要的经济支柱以后 山间路上熙熙攘攘的不是高僧大德 而是怒鸣而来的俗人 或游山玩水 或求鸣求利 封君子正是这些俗人中的一个 时间是下午两三点钟 正是游人最多的时候 封君子在拥挤的人群中 刚走到山门口 就被一群拿着香烛的小贩给围住了 老板 请你煮香吧 灵隐色的菩萨很灵的 求保佑是不能空手的 封君子喜欢研究玄学 却不是佛教徒 本来并没有打算拜佛的 只是对传说中的寄宫修行的地方有点好奇 也许是受了周围气氛的感染 也许是为了尽快摆脱这些小贩的纠缠 封君子还是花了二十块钱买了一份香煮 环步走进灵隐色 像灵隐色这样的骨气 是不允许普通香壳在殿内点香烛的 殿外的庭院中 左右各摆了几个大香炉供游人烧香烛 香和烛在不同的香炉中供奉着 烧香的香炉有点像电视剧中的太上老君的电丹炉 点燃的香就插在香炉动作里的香荤上 而插香烛的香炉像是一个小亭子 亭子里有一排铁架子做的烛台 上面有四角分岩的顶盖 封君子虽然供奉了香烛 却并不诚心拜博 一路走来只是早早的将香烛点燃插好了事 很多信徒在供奉完香烛之后 都很自然的挤在各大店门口排队等待磕头 封君子也挤在里面排队凑热闹 当轮到封君子的时候 封君子就走到铺团前 抬着头看着博像锯了一个躬 脸上甚至还带着满不在乎的微笑 当时封君子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有什么错 后来他的朋友宋教授告诫他 还有你这样的贼头贼脑的去拜佛的呀 要么你就彻底做一个游客 要么你就按照佛教仪轨 好好的烧向拜佛 这不是信仰不信仰的问题 而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 可惜当时封君子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从最后的药师佛大典走出来 封君子随手将最后的乡主点燃供上 转身准备离开 这时候他心里在想 这些趴在地上磕头的信徒们有点可笑 如果磕头解决问题的话 世上岂不是没有烦恼了 反正我就没有 封君子的心念刚几次 耳轮中就听见当的一声 就像寺庙中大钟的自己脑门上正敲着 回音响彻整个脑海 眼睛一花 啥时间什么都看不见 只觉得惊光乱闪 过了许久才清醒过来 如果有人当时正站在旁边 会看见一个很离奇的事情 有一个人供完相处之后 转身向山门外的方向走 好端端的 却突然停下了 整个身体就像被空气中什么东西给定住了一样 当然 这不是因为什么神迹 而是这人的前额正好撞在香炉飞檐的一个脚上 而且撞得相当沉重 整个金属香炉都发出当的一声鸣响 与此同时 这人的身形突然停住 有一件东西从他面前松地飞了出去 落在无明远之外的青石板上 飞出去的东西是风君子戴的眼睛 风君子似乎被撞懵了 许久才缓过神来 他这才知道 自己脑门撞上香炉飞檐 不过心里却更加迷惑了 刚才自己走的位置 应该不会撞上他 但这个香炉脚炎 似乎突然长出一切 正好迎在他脑门上 他脑海里 突然想起了刚刚自己 正要想到的两个字 磕头 不及隐情 风君子本来也怀疑 这只是巧合而已 但是后来又有两件事情 让他的怀疑不得不动摇了 一是他脑门撞在金属上非常重 按照常理 不长出一个小脑袋才怪 可是奇怪的是 没有嘶吼的伤痕 连瘀青都没有 就像没事一样 二是他的眼镜飞出五米远 落在坚硬石板上 却没有碎 不仅没有碎 连一点轻微的划痕都没有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偏偏事实如此 风君子回头看着佛殿 这才反应过来 转身再去补磕几个头 是不必了 刚才这一下子已经够重的了 不知道这是佛的告诫 还是菩萨的幽谋 风君子从此以后 就记住一个道理 有些事情你可以不信 但不可不计 佛魔鬼神 你可以不必在意 但是绝不可欺 更不要轻易招惹 什么是美女 简单的说 就是好看的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 是好看的女人呢 让大多数男人欣赏的女人 就是好看的女人 按照这个标准 秦小雅 无疑是美女中的美女 至少她是那种 包括风君子在内的 很多男人 都欣赏的那种女人 女人的魅力似乎被文人们无限夸大了 传说美女呢 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是好看的 比如西施 醋眉捧心的时候 是最好看的 但是秦小雅 现在的样子 就绝对不怎么好看 秦小雅在打电话 语气有点急促 本来修剪的十分得体的秀发 已经没有形状了 乱糟糟的披在肩上 甚至有一缕汗水粘在前额之上 他对话筒说话的时候 波光流转的眼睛瞪得有些大 性感略显糊涂的鼻梁皱得有些歪 破坏了原本十分精致的五官 变化令外边的人是风君子 秦小雅年纪不大 只有26岁 但已经是一家服装城的老板 小雅服装城 被于滨海商野街人流巨续的地带 上下两层店面主要经营时装和高档皮鞋 同时更主要的业务是向中国更北的地区批发服装 这两年 秦小雅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 遇到什么问题 总喜欢拿起电话找风君子 风君子不是生意人 他是一个证券分析师 风君子早上睡懒觉的时候 不喜欢被人打扰 但是对秦小雅却是个例外 就算秦小雅电话的语气是又急又冲 他也是很耐心的在听着 秦小雅在电话另外一头 接通之后 劈头盖脸就是一句 风君子 快遇到麻烦了 风君子说 小雅 你不要急 慢慢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秦小雅没头没脑说了一句 我进了一批鞋 五千双很大的数目 鞋怎么了 200块一双进的鞋 我的流动丝巾就会悬在里面了 这下完了 风君子还是没听出所以然来 只好一句一句的问 鞋的质量有问题 买了劣质品吗 秦小雅说 质量没问题 台湾版型 选料 设计做工都相当不错 高档货 这个金价却都是相当便宜了 风君子说 是来路有问题 让人给抠了 没有 我在国内批发商手里买的 运输时候弄丢了 还是放在仓库里弄坏了 让人偷了吗 不是了 是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到底什么怪事啊 你快说清楚 风君子有点急了 秦小雅吸了一口气 终于放满语素 一字一句的说 货到仓库之后 准备打开上架的时候才发现 都是左脚的 五千双 一万只血 全都是左脚的 风君子坐在秦小雅办公室里 听对面秦小雅 左一句右一句的说着 这五千双脾下的来历 秦小雅现在情绪毕竟稳定多了 说话的语气也平和多 不知道为什么 风君子非常喜欢坐在这里听秦小雅说话 听他说各种商场中发生的事情 虽然这些事情与风君子似乎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风君子却很喜欢这种感觉 风君子和秦小雅的认识时间并不长 过程也比较偶然 大约是两年前 秦小雅拿了一百万 想到股市里去套金 找到当时在证券咨询界颇有点名声的风君子 一百来万在股市中根本不算什么钱 但是对于秦小雅来说 却是他的大部分资产了 所以他很慎重 甚至可以说是隆重 特意找了风君子去求教 但是风君子却只说了一句 让他非常扫兴的话 根据你的情况啊 我建议你现在不要超过 这笔钱呢 还是用来好好继续经营你的福重生意 秦小雅当然不甘心了 他以为这是风君子在端架子 颇有点名气的所谓专家都喜欢端架子 对送上门的客户玩欲擒故纵的把戏 同时也是提高咨询架码的手段 所以又第二次找到风君子 不是上门 而是请风君子出来吃饭 但是风君子还是用同样的话回答他 秦小雅不仅没有听劝 反而更加认为风君子真的有水平 和其他人不一样 第三次又约他来吃饭 风君子有大多数人都有的毛病 面对秦小雅这样一位 绝不能算是难看的妙龄女郎 三番五次上门相邀 这一次他没有习惯性的保持距离 而是多喝了几杯 一个男人在这样一个女人面前多喝几杯 话自然就多了 感慨就多了 和秦小雅讲了很多心里话 秦小雅这才相信风君子的建议 就是他的真正想法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秦小雅觉得 风君子这个人能带来好运气 秦小雅身边的人 在后来的时间里 在股市的脏欲让他觉得自己很庆幸 而且他也确实觉得 做服装生意才是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在不到两年时间 他的服装店已经升格成为服装城 他和风君子也成为好朋友 有什么事情 总喜欢听听这位专业人士的意见 现在碰到五千双左脚皮鞋这样的怪事 首先想到和风君子商量 风君子耐心的听秦小雅 将今天怎么发现五千双皮鞋 都是左脚的事情说完 才开始发问 他说 你和宫火商联系了吗 会不会是对方装箱的时候弄错了呀 秦小雅说 怪就怪在这里啊 我联系不上供货商了 对方的手机 以及办公地点的座机都没有人接 询问当时的朋友 都说这家供货商不见了 人间消失了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供货商的 我是在温州进货的时候偶尔认识的 和他做过几次小辈量生意 产品和信誉都不错 没想到第一次做大胆就出了坏事 对方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为了诈骗 这种事情在那边比较多呀 秦小雅说 照理说没有可能啊 他要想诈骗 也没必要发五千双皮鞋 这些鞋除了都是左脚之外 其他都没问题 而且价格很便宜 这么做吃亏的也是他们自己 所以我没想通 风君子说 我多少有点想明白了 关键问题不在这一批左脚鞋 而是另一批右脚鞋 鞋子有左脚就应该有右脚 给了你左脚单独留右脚也没什么用处啊 所以这批右脚鞋迟早也会出现的 你现在只有等 没有别的办法 等什么 按照正常情况 你现在这批货如果不能赶紧拼出去 你的流动资金呢就会出现问题 这段时间你就会非常需要现金周转 情况确实这样 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到那时候 有人肯提供资金 买你的一批货 你答不答应 我想我会答应的 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 你现在最想处理的是哪一批货 当然是那五千双总小皮鞋了 话说到这里 秦小雅似乎也明白了 这五千双皮鞋是怎么回事 他心小雅一直很相信封君子 但是封君子对自己所说的话 是没有什么把握 他觉得事情似乎不是真相自己所判断的那么简单 但是没有和秦小雅说太多 秦小雅心情少安 接着问 既然如此 我应该怎么办呢 封君子说 你就当做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 叫你的员工也不要乱说 既然这是个圈套 迟早会有人送上门来的 到时候再看财下跌 可是我等不起啊 我现在的流动资金确实顶多支持一个月 封君子笑了 没关系 该找那个土豪来帮忙嘛 你看 说草草 草草就到 有声小说 鬼谷 第一部 神奇鬼片 第一集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神奇鬼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